编辑说明 静修节要报恩坛 是黄念祖老居士非常重要的修行开示 这份开示让大家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很好地认识净土法门的修行方法 认识佛说大圣无量寿 庄严清净平等绝经 认识静修节要 认识夏连居老居士 认识黄念祖老居士本人 然而 要准确地整理这份开示并不容易 在念工开示的露营母带 以不可复旬的情况下 目前从流通光碟和网络上找到的音档 与视频的各种版本都有不同程度的删减 而诸位前辈大德 根据音档而整理的文字资料 在和音档对照之下 则发现存在一定程度的错误 这让我们感到非常遗憾 非常感谢中华华藏 静宗学会听教族的同修们 不辞辛劳地 根据六种不同来源的音档 整理出相当完整的文字稿 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为了尽可能准确地校对这份文字稿 有发心的北京同修 将念工的静修节要报恩坛 从头至尾 反复听了八九十遍 特别模糊之处 甚至听了上百遍 以这样严谨的态度 将这份文字稿 做了必要的修订 为的是 尽量还原念工的原意 让这份修订稿 成为本书的底稿 编者希望 本书成为一个组本 善本 也就是 尽可能保持它的完整性 尽可能将错误减到最少 因此 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 我们最大限度地尊重念工的原意 除极少数 除极少数敏感话题之外 尽可能完整地保留 念工的原话 尽量少做改动 诚如 念工 在静修节要报恩坛 一开始所说的 一个真实的 修行有成就的人 他所写的东西 所讲出来的东西 不同于一般人 既然如此 我们怎敢 为了书面文字的流畅 而改动老人家所说的话呢 这是必须 请读者诸君 调解的地方 我们以严谨的态度 进行编辑 欲有口语表达 显得意思不完整的地方 则依据文艺 增添字词 在阔湖里 以不足其意 遇到需要附带说明的地方 则在阔湖里 加上编者暗字样 加以说明 由此 读者就可以理解 阔湖里的字 都是编者所加的 阔湖外的字 才是念工的原话 念工解形俱身 特别 锦绣节要报恩坛 是其晚年开始 可谓 浓缩一生 解形之精华 只言片语 都蕴含深意 为便利出击学人 理解其意 针对关键词语 或人物 编者查找资料 加注说明 与当夜夜末 希望能使本书 内容更加完备 念工讲解的过程中 用了许多语气词 这些语气词 我们是语意的需要 而保留了相当一部分 一般 在编书的过程中 会将语气词删除 以免显得太过口语化 本书则选择保留 一些必要的语气词 原因是 它们具有重要的意义 要重现 念工的原意 就少不了这些语气词 否则 不但意味改变了 有时甚至可能面貌全非 况且 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 北京话中 语气词具有很大的功能作用 能把表述者 所要强调的主次 和隐含的重点 全都轻松地显示出来 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把离骚当中的 西字都去掉 那将会是一个 什么样的面貌 我们相信 多数的读者 更希望 看到念工完整的原话 以体会他要表达的意思 而不是去欣赏 编者用字 浅词的造诣 这是我们这么做的初衷 尽管这样 就使本书显得非常口语化 也在所不顾 毕竟 佛法 重实质 不重形式 本书的编辑 尽管历尽波折 最终 还是以如此的面貌 呈现给读者 书物之处 在所难免 尽其 十方大德仁者 不吝 批评 指教 非常感恩 公元2015年2月 香港佛陀教育协会 静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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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